马路中央狂放鞭炮声响超大声 鞭炮不断往上冲 射出闪闪火光超惊人 仔细看分隔岛黄线摆满鞭炮烟火 鞭炮烟火狂炸下手毫不手软 驾驶开车经过该路段得小心翼翼经过 连副驾驶也频频提醒不要靠太近 鞭炮往上冲夹带橘红色火光 马路鞭炮狂炸驾驶下傻了 整条马路几乎都是烟快看不到前方 还有民众站在路中间拍照 车辆经过显向还生 鞭炮烟火路中间狂炸发生在台南 民众拍下跨年夜有人在海岸路二段 狂放鞭炮烟火连中间分隔岛黄线 全都被占用现场烟雾弥漫 质疑已经空气污染 网友看了也说到处炸得不得安宁 这也放得太夸张 好可怕骑车过去应该更恐怖 罪邦以三万一款自罚告发三万五元 在道路堆积自放足以妨碍交通之务 江鼠新台币一千两百元 以上两千四百米下滑缓 马路中央堆满鞭炮烟火 整路施放全都是烟 用路人经过得东闪西闪相当危险 这些行为已经违规将会被开罚 记得赖关张 陈珊珊台南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